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理论题 就是中国史 有中国史研究 这有中国史研究 但它没有史学理论这个 史学理论有个抗物 叫做史学理论研究 有个抗物 但是它就说 不过世界史上它有个这个什么 有一个这个条件限制它了 因为现在各个各个国家的它都分出去了 比如什么美国研究所 什么西欧研究所 对对对 给它分出 苏联东欧研究所 日本研究所 他跟那些洋人说 中国已经取消科举制度了 如果不取消的话 我是状元 哈哈哈哈 他说余英史很自傲 他说杨连生是汉学家 我是史学家 这话有贬义的 是开杂货铺的 他那时候大陆翻印了 原来在台湾处的重印了 我都没在处理 好像万上有 万上有 什么什么六十年都市 对对对 都市六十年之来 您见过他们在那个西南连大的时候 他是住教 他是我们习习习习习习习 我就看他的九十一了 我就最后一次了 我就看他 哎呀 回来以后 我就得累得不得了 在哪个地儿 在西亚图 哦 那还算近一点 对 还算近 我觉得累得不得了 所以 那回来以后 我就哪里都不去了 那时候觉得太累 是 是 是 飞行时间太长 哈哈 还有一个时差 对 现在就是要稍微 要坐得舒服一点呢 还好 比如说商务舱啊 或者土洞舱 还能躺下 能睡着觉 一般的您在那儿坐十二个小时 那他身体还好 姐姐 不行 去世了 哦 已经去世了 去看了我就知道 他那时候九十一岁 我就知道最后一次了 所以他上去看那次 那说明您的三年前八十几岁的时候 大概身体的状况就是肺部的吸氧量 我上了血液循环 相当于七十五岁 啊 很年轻 七十五岁是正常 你看啊 我在昆明住了七年 很习惯 可是 几年以前 五年以前了 我去趟昆明 去趟昆明啊 住在一个三楼上 这个那个炸带上三楼 我上一楼就走不动了 我现在 现在已经 这年龄了 我上这三楼没问题 我上那个 上一楼就走不动了 就怎么都走不动了 就是不是骨头的问题 就是肌肉缺氧 氧气不够 就怎么都走不动了 就最后一次了 就上一层楼就走不动了 他已经两千多米了吧 对了两千多米了 你看我有一个湖南老乡 到北京来 他那两天他就回去 我说你多玩两天 他说不行 你到北京他流鼻血 到湖南潮 到北京干了 他流鼻血 然后他受不了他就回去 那你不错 你身体都能适应 还有到洗澡那些也不能适应 什么阳光那个食影 我们就得带一墨镜 带一帮 什么周围的温差 周围的温差还好 他夏天要下点小雨 他要吃那些东西 我想一定不习惯 西藏现在已经是四川化了 四川人特别多 到处开的是四川馆子 所以倒没怎么吃西藏人的东西 因为西藏 四川到那做生意特别特别多 还有西藏这几年种西瓜特别多 大批的浙江您老下 他那西瓜能长 还长特别甜 个儿不大 你就开车一路全是西瓜地 赵福森先生说要见到您 向您问候 哎呦不敢的 我跟他说他还记得您 他经常看万象 在梅西上有您文章 哇 他是搞基督教这方面 对对对对 他曾经在五九年出了一个基督教史 当中国第一本 但是用笔名叫杨真 他现在还是研究一些西瓜文化史 他那时候是一直搞了什么 他是做教会工作的 对 早期做教会 后来四九年以后就在那个 念经神学院做教务长 然后六四年不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 他就去个十个月了 那时候生了一批新所 世界史所 世界宗教人所 您最后一次出国是就是三年前 就是三年前就去探亲了 在之前呢 因为到台湾也没再回去过 台湾也没去 日本也没去 日本去过一回 日本也哪一年去的 我们这一辈人 对日本人都没有好感 因为他这样一块去 是 一向到新南联大去了 那时候已经在北京上了学 然后走的 对 那学生就是坐火车怎么就 分班走还是稀里糊涂自己走 我都是自己的 那那怎么能去 有些同学就没去 我跟师大有关系 我是师大附中的 师大附中的 那时候师大在和平门 他对门就是师大附中 对 我就那学校中学 打仗的时候就走的 那您从师大附中考到北大 考到北大 还是清华 不是 我是 师大附中念的高一 就都不朝打仗了 回老家湖南 到湖南 那时候不是上海也打 南京也打 南京不是日本人这样的吗 南京的中央大学附中 搬到长沙 我就在那进了中央大学 后来就在那里比 在中央大学附中毕业后 考了西南年大了 所以您是纯的西南年大的校友 对 不一定是一个单独的 比如北大清华的校友 三个学校都是 都是吧 三个学校都是校友 对那都是 三个学校都是校友 上学附 我看您还看西藏生死书 这有一个是不真的本子 但是这我估计送您的 这应该是原版 应该是真的版 西藏 它有两个版本 有一个是假冒的 哦 这个好像是真的 这个应该是真的 是 他向我推荐这本书 我还没看呢 现在有一批国内的学者 开始关注修身之道 因为他这个是解读古儒家的 关键环节了 至少是有一批 像南淮景 他不算学者 他不是学员派 但是他修身修身 有些自己的 感受 然后回去解释古代儒家的 像论语里边的 因为他能解释通 是 南淮景是在台湾什么 台湾香港 现在在苏州 在苏州 苏州 盖了一个南淮景的书院 那时候国民政府时期是五和 五族共和 只有五个族 不是大族 不是大族 那其他小族他怎么怎么划分呢 怎么鉴定呢 好像没什么鉴定 也没什么鉴定 也有一个 蒙葬元会 蒙葬元会 但是就不像 但是就说真正的鉴定 你还是非孝通他们那时候 解放出去 解放出去 就那个鉴定方法 那当时确实是苏联的 苏联的 说你是遗族 你是什么水族 就水族 中国现在啊 有名字话说很困难 对 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北京 满族是很显著的 你的独装都不一样 说话都不一样 它有些个词呢 是是是 米洁什么都不一样 那现在 现在的满族跟汉族没有分别 那北京的满族汉 不知道 是是是 回族还是比较强的生命力 对对对 始终保持他那个 白兽一去世 他是完全回族那一套 送到清真寺 他实际已经是 共产党员 又是什么人大常委 但是他还得葬到回民公墓去 他还没有说我依然的就 这什么 你看写那马连良那没 那干净劲的 你看那张一和写的 那马连良 这个民族保持自己的传统评厉 他能其他的满族就给同化了 满族现在不存在 不存在 刘家河的爱人就是满族 你看不出来 对看不出来 一点都看不 就能还说点 那个北京的老道道是满族的事 他有的时候还能说 但是他很少说 他基本上 他要不说的话 等刘老师这里他就更不说 突然突然下边就不说了 您那时候既然还有自己习惯 还有我小的时候 穿衣服不一样吗 那个满族的妇女 就有点像那个精细的斯朗塔姆 那个公主那样 竖着那种大头 什么那种 见的面都情寒 那一情寒 都蹲到地下 然后站起来 那现在都没有了 他们住的也在北京片不一样是吧 有的是居 齐人 咱们那边有 居住区的 有的也分散了 也分散了 现在是完全没有了 现在完全没有 现在我们那院就验不了 那里边不是原来是 齐人是什么 正红 反正挺低的一个基 您这也有一家古文 一个人见过 对这书写的好 在美国畅销 他不是专门写嘎古文 他是一个讲美国文化方面的 是畅销书 我们好多公司都在看 也不是IT业的 就是电脑公司 他就讲一些美国现在的一些 那也是Oracle Oracle 它是软件公司 但是Oracle 是甲骨文 Oracle 不是甲骨文 Oracle 是古希腊的那个 太多Oracle 就是甲骨文 那时候 还是到中国来了 他也来了 写了一些他这个文化上的 有些插图挺漂亮的 所里拼甲骨文的时候 是一批人长期在哪做吗 好像是 我们那个先进士组 就专门干这个 专门干这个 就文革前也干这个事 也干这个 文革后也干这个 我想问一个人 就是林英还在世吗 在 我身体不好 你认得他 我认得他 他教过我 对 他那有一阵在师大经过课 对 邱汉生 邱汉生 已经过去了邱汉生 在教人过世了 嗯 陆金智呢 文革在 那时候也做 他们都在师大经过课 黄 黄轩民 黄轩民 对 都在师大经过课 唐语元 对 我那时候为什么认识 茂先生 就是因为他在师大经过课 哦 对 我们都是一个组的 所以他们 后来我那时候不是申请出国吗 他们没去 我和他就介绍我去见您 那时候您住在那个锁里二楼 办公室 一个大藤椅 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是刚从干校回来 好像是八十年代 意思说好多人住在办公室里 马佣 对 马佣是办公室 那个办公室变成那个宿舍了 没地方住 那楼现在也不在了 也不在了 都办公室了 毕竟身体很不好 太有八十多了 我管图书馆 所以拿书 全世界的书我都能拿到 除了教课之外 不是蒋介石 谁拿不出来 杨天时天天在那抄呢 那抄出来我可以拿到 我看杨天时写了好几篇 他去过两次 每次都待三个月 一般有空我就请他吃个午饭 聊聊天 还有一个社会案的叫张海鹏 对张海鹏 两人 现在还有一个叫敏捷都在那 他们因为量太大 所以他们轮流去抄 抄回来然后再做一些解释 可以复印吗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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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取成 那等于黄仁宇那本书 其实没有看到全部 没有 而且他看的不是真正的全部 只是原来发表这是正宗原版 因为他不愿意送到台湾的原因 是因为陈水扁当朝 他送去那不给他篡改给他毁了 所以他就送到斯坦布大学保存 这就要比较安全一点 好像宋子龙也在 宋子龙也在 还有宋美龄 但有些是由于家属隐私 他还没有完全开放 另外宋氏家都很多他是英文的 宋美龄他们都是用英文的 蒋介石这个是因为他 从一九一几年就开始记录 但是他也有一个问题 他这个日记写的时候就是为着公布 不是说像顾先生当时没准备公布 他是准备公布 所以他中间也不一定就是说 当时有真正信 但是他也有公布 起码史料上不会错 因为当天写东西一般都可以 他们在抄 所以特别累 因为答案馆一开门 他们就进去 到中午出来吃点快餐又回去 但那字有时候毛笔字 你还得有些基础 年轻人现在又是字不认识 他写个检草什么的 他还得抄 杨丁石就不断的在那抄写 然后再不断发表文章 找我第一手 我在那看着我都被写第一手 因为我不是搞这一段的 要不然我比他还抢线 我没个工夫 就在你们中下服务馆这 在我们呼服研究所档案馆 他跟我们是一个大系统的 只是我因为他具体整理人物 我那不是搞这个 孙鹏的档案也在那里 还有宋美龄 还有台湾包括斯诺的前妻的一些资料 这批是不是都是宋美龄前几年拍卖他的遗产 不是他家族献子 就是蒋介石的孙媳妇送出来的 因为蒋介石的孙子这辈都死了 除了蒋孝岩 张孝岩之外 所以这个是蒋孝勇的妻子 蒋方志仪他送出来的 他们一家家都传给他了 所以这个 反正这东西就是 因为稀少嘛 所以大家抢先 将来公布多了 就成为公有财产 大家就可以什么 是 中间也有小的眼神 因为他日记也不是全部都出来 因为要由家属 他有个审核小组 有台湾一个他们的比较亲信的人 家属和档案所同时来看 家属一个地方 觉得需要隐晦的 就贴上一个小条 你借出来只是复印本 原版你借不着的 复印好了 你借这一页 你说我要借1938年7月到9月的 好借出来花多复印本 复印本你也就在那里 你也不能拿这机器偷着照什么的 毛泽东不记日记吧 我不知道记不记 我过去 没人听说记不记日记 不记 没有 没有听说过 就是他不记日记 那应该有个人给他做起居住 对 这是有 应该有个人给他记住 要不然忘了 是 我看过周恩来遗物展览 他有一个过去台历 台历的工作人员的机 周恩来7点 对 什么时候开开开会 什么事 所以毛泽东年谱就出过来 就是非常困难 我一个同学叫李杰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他就是编毛泽东年谱 编了那么多年 所以不知道起居住怎么样 没办法 起居住 你想他是打出来的天下 但是他四九年以后 他还得起一个 你得记啊 陈六十起 八十 进十 对 你要不记的话 那你也自己都忘了 自己都忘了 何先生不记日记了 没有 我是从前记 后来就不记了 不记了 因为反正这个都出事 对 出事 社会不记 我现在我又记了 我现在记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 某天 人家给我一笔什么钱 这个不要忘了 他将来好查 留水账 就留水账 就是经济上的日记 经济上的 或者其他的事情 难啦 那 什么人去忘了 是不是 什么人去忘了 什么人去忘了 优他